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未曾生产此类形状特异的乐高玩具 当罐子未满 确切地说是部分或者小部分空着的时候 里面的乐高积木将缓慢地自我复制 直到整个容器装满 ICP-387的有趣之处在于 当被人手工组装 参见附入387之地之后 组装体将自己活动起来 并根据周围的环境做出相应的行为 例如 如果一个乐高小人 根据玩具人体部件组装起来的人 被放在一辆小车里面的时候 他将开始驾驶这辆车 进一步的实验显示 这辆车 事实上任何复杂机械都是如此 不需要任何内在的隐形或者动力源 乐高小人有着一定程度的意识 因为与他们的互动非常流畅 如果放任不管的话 制造出来的人物和建筑将会进化 他们会占据附近的玩具建筑 例如 相应部件存在的话 一些小人会成为消防员 并驾驶消防车 他们也会使用SCP-387来建造更多的东西 以扩展领土 人类可以和他们和平交流 但是一旦有人对他们表现出敌意 他们就会立刻停止一切活动 并且归于层级 SCP-387于20 年2月被H特工发现 在坐火车返向的途中 H特工出于无聊用SCP-387 当时正放在他座位旁边 做了个玩具扫人 几秒钟之后 扫人活动了起来 H特工迅速地拆解了玩具 并且将他们送往赛19一共分析 列车上的监视录影 在查看之前 被篡改和销毁 备注信息 不得将SCP-387 给予10岁以下的儿童 尤其是那些身受动画 和电视节目影响的儿童 参见附录 387-B 实验387-A 在测试室内 形成了小型的SCP-387群体 在这个群体的附近 放置了一架 用普通乐高积木搭建的飞机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内 观测到下列时间 几个乐高小人 用SCP-387制作了一些装备 带着他们前往飞机处 乐高小人们 用难以置信的效率 建造了一座 目的明确的飞机场 机场的特殊部件 都是由SCP-387制成的 一辆油管车开到了飞机旁边 似乎给飞机加了油 虽然之前的观察显示 SCP-387建造的载具 不需要燃料 而后飞机成功的起飞了 飞机在室内 以比较低的速度和高度盘旋飞行 似乎是为了避免坠毁 之后 型号设计各不相同的更多飞机 被制造出来 附录387-G1 由此判定 我认为SCP-387的构造物 对于周围的环境 有着一定的理解能力 并且能把普通的乐高基母 也转化成SCP-387 化而去博士 实验 387-B 将SCP-387给予几个儿童 并且让他们自由发挥想象力 对于此次实验的记忆 被清除的儿童们 开始制造各种各样的物品 在注意到这些东西能活过来之后 他们非常兴奋 并开始制造一些用来彼此对战的东西 包括一架变形金刚 一辆M1爱布兰坦克 和几个 孩子们立刻从实验中移出 此时创造物们开始彼此开火 并且同归于尽 尽管没有造成什么损害 附录387-G2 这些熊孩子们 是他们怎么制造M1坦克 更不用说 的构造的 如果再有人 纯到把SCP-387拿给孩子玩的话 我可不负责清理烂摊者 我不建议将此项目升级到Eucaly 因为这些构造物在人类在场的情况下 并不会开火 通过对成人进行的实验 验证了这一点 话曲博士 实验387-C 将装着SCP-387的红色罐子清空 再将普通的积木装入其中一分钟 SCP-387被替换 构造体移动也不动 值得注意的是 罐子里的乐高积木 也没有出现自我复制现象 实验387-C2 将一块SCP-387放入红色罐子里 没有出现复制现象 将更多的SCP-387放入罐内 当罐底被铺满时 其开始自我复制 直到罐子装满 从罐子里移走的SCP-387依然正常运作 类似的 若罐子里装的SCP-387 有一部分超过罐子的容积 那么它将开始收缩 直到红色罐子刚好填满的程度 附入387-3 红色罐子本身似乎并无特异能力 但是SCP-387就在它里面才会自我复制 也许这是一种为了防止山寨版SCP-387的版权保护机制 需要进一步的实验 话曲博士 实验387-D 用机械手臂制造了一辆用SCP-387构成的车 车没有动 这个实验用人手重新进行了一遍 车正常活动起来 使用最近被截至的特工截下来的残手 进行的实验没有任何反应 将手加热之后再次进行实验 也没有引发任何反应 附入387-4 似乎SCP-387主要对脉搏之类的人类特征发生反应 话曲博士 附入387-5 这个SCP真的可以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因为进一步的实验表明 它没有任何危险和异常特征 在个人测试中 SCP-387提升了87%的士气和积极性 这里的人们大多同心畏名 所以我建议所有的人员都可以处于娱乐的目的 使用SCP-387 话曲博士 请求已批准 实验387之一 建造好一个SCP-387的群体 然后将一小块美高积木放在附近 致使所有SCP-387的制造物都停止了行动 缓缓地转向了美高积木的方向 然后 我的老天了 话曲博士 以上就是SCP-387 简单说 SCP-387外观上有普通的乐高 当被人手组装后 就会开始自行活动 表现出被组装成物品的功能 SCP-387还能影响普通的乐高 使它们也变成SCP-387 被放在原本容器时 还能自我复制装满容器 我觉得这个SCP还是蛮有趣的 虽然蛮可爱的 但也有许多有SCP特色的地方 像用特工的断属度测试 还有放进山寨乐高之后发生的不明可怕事件等等 这支影片就要注意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就帮我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做成为SCP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